早上好各位朋友们 现在准备出发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是莉莉 现在我在广西南宁 如大家所见啊 昨天晚上我从玉林到了南宁 然后就在南宁站附近的一家轻女住了一晚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这一栋楼 住在14楼 环境还可以 距离火车站非常的近 也就几百米 现在慢慢的走过去 时间非常的充裕 我现在准备要去找个早朝店 吃个早餐 吃完早餐再进站 后车上车 今天的新城市 从南宁到平祥 南宁站附近其实有不少轻女 我大多数都集中在 这种小区居民楼里面 大家懂得吧 轻女就是床位房 有点像是学校的宿舍 无论说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宿舍 反正就是多人间了 你要入住的就是一张床的价格 所以我昨晚的那个住宿价格是20块钱 还算是比较便宜的 这边的轻女的价格基本上集中在30左右 可能也有20左右的 但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同时你要找到又比较干净 位置又比较好的轻女的话 这个价格就没有那么便宜 所以呢 如果说你在旅途当中想要不要省钱 那你就会得花点时间多去找一找 好了我先买个早餐吧 看一下价格啊 这就是火车站附近的早餐店 8块6块7块5块肉夹馍 素的5块 小笼包6块钱10个 你看价格还是比较便宜 谢谢 好了我的早餐搞定 现在准备进火车站了 看这大早上的 有不少朋友也是早上赶车 看这路边也有不少的早餐摊点啊 特别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在南宁 就每次特别想吃外面的早餐 但是老爸老妈不让吃 都是在家里面坐 他说不卫生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时候 年龄比较小吧 所以不要我们经常吃外面的那些 食物啊 摊点 老实说我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旁边这条交通干道 真的 24小时全都有车 车来车往 哇那声音特别吵 瞬间有种回到了深圳的感觉 我不喜欢 就是瞬间让你神经紧绷 没有办法放松下来的那种感觉 不是特别舒服 排队进站 好了朋友们 终于安检进站了 准备去看一下是在哪里后车 现在是8点10几分 进去里面找个地方坐下来 把早餐给吃了 检票刷身份证 看一下看一下 好像他们大多数都跑到二楼去了 我得找找 南宁到平乡 55118点45分开 二楼左三区 走 二楼左三区 在这 哇好多人哪 好吓人 里面真的人太多了 找个位置都不好找 然后就只好跑出来 跑到一个窗台这里了 把包包放在这里 我在这里安静的吃个早餐 这样的话在里面吃 实在是太嘈杂了 没有玩意 现在8点21分 虽然早餐应该有时间了 45分还是46分前会开车了 那应该是4个分进上市了 差不多 尝一下他们的这个饺子 应该不错 好像我也只会弄这个蒸饺子 好像我也只会弄这个蒸饺子 味道还可以 胡萝卜 玉米 我昨天睡得不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拉肚子了 可能有点早凉吧 可能有点早凉吧 第一睡得不好第二又有点早凉 然后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早上就拉肚子 我们出发越南之前要得买点药 买点肠胃药啊 通油筋啊那种常备的东西 吃完早餐准备检票进站 OK 看来坐这一趟车的人不多 看我后面好多人都没有进站 说明啥 说明跟我同样坐一趟车的人不多 很多人不会往平乡的边走吧 是不是 哎呀我还想着说 会不会在路上能够遇到一两个人能够聊的比较好 那么刚好我们又都是去越南是不是 那就可以搭个伴子 然后路上可能有那么一一段路船 这样子就可以路上有人聊一下天啊 有个有个关照之类的 所以比较好 不过好像貌似比较少啊 5511我是二号车厢 往左边走 哎呀有电梯真好 都没什么人哪 这边都没有人的吗 好了现在我已经找到我坐的位置了 又是在窗边挺好的 可以看一下风景 这一趟车应该是要到下午才能到了 所以中午的话就吃炝面了 漫长的时间 8点44分 准时开车 甚至还早了一分钟 现在我们正在往平翔方向去走啊 平翔属于重座 大家看这边有很多的甘蔗 全是甘蔗地啊 这一大片全都是 所以说那个砍甘蔗的梗 就是从这里来的啊 广西地区像重座啊 柳州河池啊 甘蔗的比较多 特别像重座 然后像我们玉林那边呢 就很少 不会说像这边这么大批量啊 你看这一大片全都是 全是甘蔗 应该没有种其他的 它这些甘蔗都是那种黑甘蔗啊 还有甘蔗地 远处的山就是那种卡斯特地茂 往西就是卡斯特地茂 像越南那边下龙湾 也是有一个海上桂林 也是卡斯特地茂 不过它是在海上面的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半 朋友们 我们提前到达终点站了 平翔 这边就是我刚才坐的火车 这辆车还行啊 提前到站 现在准备要出站了 看这边有不少拉着行李箱的朋友 我刚刚下车的时候还听到 有个女生说 嘿 我们去看个越南风情 我估计应该会有不少朋友 确实也是要去见到嘛 这边感觉不孤单 看这边的台队 验票 平翔真的是一个小站啊 检票出站了 终于来到了平翔 这边是平翔站距离 有一关口啊 还有十公里啊 可能打着车过去 最多是三十块钱 不能再多了 也可以拼车 拼购人数的话 好像最低 只用花到八块钱 对吧 给你打着 rol 轻轻 闪 轻 感谢观看